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南韩总统大选5月9日登场 根据最新民调 最大在野党的文在寅和第二大党的安哲秀 两人问鼎其瓦台呼声最高 人权律师出身的文在寅 曾任南韩前总统陆武炫的秘书市长 被称为陆武炫接班人 安哲秀因为具有电脑病毒专家及企业家的身份 号称韩国比尔盖茨 由于朝鲜半岛情势紧张 因应北韩挑衅美军强势部署萨的系统 引发中韩关系紧绷 文在寅的亲中和安哲秀的亲美 新总统的立场将左右南韩在国际间的角色 南韩前总统蒲锦惠 因涉嫌滥用职权收贿下台入狱 因此南韩将在5月9号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今年共有15名候选人参选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以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会文在寅 以及第二大党国民之党的安哲秀 两强拉锯 问鼎青瓦台呼声最高 文在寅64岁父母都是脱北者 幼时家境清寒 就读法律系时 曾因反对当时总统蒲正熙的军权政府而入狱 遭到退学 最后仍通过律师考试 文在寅曾与南韩前总统卢武炫合开律师事务所 卢武炫担任总统时 他更被拔准为青瓦台秘书市长 文在寅曾说自己最喜欢的绰号是卢武炫的影子 55岁的安哲秀拥有韩国比尔盖茨称号 他不仅是敏医生 还是著名电脑防毒软体公司的创办人 虽然资深经营企业 却公开抨击韩国大财阀不公不义 政策走中间路线的他 在南韩年轻世代中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这不是两人第一次进逐总统大位 2012年安哲秀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后来因为缺乏政党奥远退出大选 转而支持文在寅 由文在寅对抗因丑闻下台的前总统蒲锦卫 虽然最终因为政界不够具体 以3%得票差距落败 但一般认为文在寅打了漂亮一仗 今年两人卷土重来 文在寅继续教训提出具体政见 主打包括消灭腐败不公益 加强国家安全提振经济 以及增加就业机会 不论是卢武选接班人或是韩国比尔盖茨 首要面对的是一触即发的北韩议题 以及牵涉美中韩三边关系的 萨德部署问题 为遏制北韩嚣张行径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4月底抵达朝鲜半岛海域 并与南韩海军举行联合军演 文在寅指控美国和中国大陆 是依据自身利益去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他认为南韩应该拿回主岛权 他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直接对话 全力避免战争发生 香港的特殊军事件都没有允许 香港的特殊军事件都没有允许 我们将军事件都没有允许 与北韩国家和北韩国家的产兵 和北韩国家的产兵 和北韩国家的产兵 随着美军强势部署萨德系统 文在寅即使当选 能够琢磨的部分也跟着线缩 不过中国大陆直指 对其国防造成极大威胁 因而对南韩展开经济报复 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而亲美立场鲜明的安哲秀 显然认为应该强化美韩同盟 指文在寅的萨德政策不服最新局势 应劝说中国让步 普警惠贪污丑闻下台后 民众期望新总统能切断 南韩激喜已久的官商勾结弊病 对社会正义和财阀垄断 做出具体改革方案 对外面对北韩核武威胁 民众希望国际情势稳定 安保稳固 能有外患之际的南韩 这些都将是立即面对的难题 中央社宋和报道 为加强推动新南向政策 经济部在驻飞代表处设立台湾投资窗口 协助台商掌握非国投资正确资讯 降低风险 窗口成立之后 一方面可以收集 菲律宾经贸投资相关的法规 我们也可以当作是国内外台商询问 需要资料的一些的服务的窗口 根据驻飞代表处资料 2016年菲律宾经济成长6.9% 较去年成长1.1% 由于印尼 马来西亚及越南等东西国家 林松焕表示 菲律宾人口结构年轻 消费力强 过去数年经济成长表现亮丽 未来商机与发展潜力可期 以消费力来说 菲律宾人口超过一亿一百多万 是东西国家之冠 同时人口非常的年轻 平均年龄才23.5岁 所以对我们台商朋友来说 菲律宾是未来经济发展 前景看好的一个国家 台湾投资窗口聘请了英文 中文 闽南语及飞语的专人 服务友谊布局菲律宾的台商 林松焕也宣布 中华民国政府将于6月1号起 试行菲律宾来台免签证措施 期望台飞在经贸 观光 文化 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 更上一层楼 中央世界的零行舰 马尼拉报导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亚加达 在替美国首顾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朝鲜半岛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日本政府派遣二战以来最大航舰出航 要保护美国补给舰 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在1号上午 从神奈川县市的横须赫基地出港 驶入西太平洋与美军补给舰会合 日本去年3月开始施行新安保法 准使日本武装力量 介入自卫以外的海外冲突 这艘2015年3月服役的出云号 长248公尺 宽38公尺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型 可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 最多能载14架直升机 而这次出云号出航任务 创下日本新安保法实施以来 日本军舰守护美国军舰的首例 出云号针对靠近美军补给舰的 他国军方潜舰进行警戒监视 有分析指出 出云号虽然不是航空母舰 但具准航空母舰的作用 让这次行动深具政治意义 向北韩乃至中国大陆 显示日美军事合作达到新历史阶段 又已牵制北韩核弹试射与飞弹开发 以及中国大陆在东海及南海的活动 中央社纵合报道 国际五一劳动节 洛杉矶木特阿瑟公园 集结近100个团体股支 展开大规模街头抗争 虽然标榜维护劳工权益 不过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他们诉求多元或只是劳工权益 也包括性贫 保护移民 还有反川级健保等 尤其抨击美国总统川普的口径一致 每个人是知识解和尊敞 无限于谁你是 和谁你来自 无限于 和你的立场 无限于谁 不可能会被人家的美国政府 没有人会改变了 在这个国家的国家 我们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最大世界的经济 我们是最大的国家 谢谢我们的民国家 我们必须抗认识的罪 我们必须抗弱的基础 我们必须抗弱的国家 但我们不能只抗认 我们必须抗战 天上天外 我們必須成為一個人 面對這真正的和現實的危險 對我們的正確 我們的權利 和我們的未來 抵抗權利益 加州 抵抗權利益 這裡幾乎是與川普站對立的團體 遊行隊伍綿人數個街區 瘋瘓市區交通 向來繞沉默的亞裔族群 這回也當仍不讓韓國社團代表走在隊伍前面 打著傳告民族第一的長國武 一陣氣勢 中央社記者曹玉凡若三季報導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由來已久 兩國併存是美國長期堅守的和平方案 也就是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 建立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並存 但美國總統川普2月會見 以色列總理泥潭雅胡時 宣布不再堅持兩國方案 重點在兩國人民都能接受 5月3號川普將會見 巴勒斯坦領袖阿巴斯 白宮指出雙方除了重申承諾 也將尋求以巴衝突最終解決方案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 感謝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